你现在这种比赛全国直播 我们哪个中国人看到这种情况 你说我对中国足球的这种信心 因为你们 我说的可能严重一点 丧失了 我想我们 我希望了中场休息 在教练组的精心布置下 下面上我们中国的小伙子 打出精细神 打出这种我们的应有的基战手水平 就跟你刚才建工说似的 我们不是比对方弱 我们肯定要比对方强 但是你们什么态度 他马乔先生 虽然他一直强调的是奔跑奔跑 但这场球比赛 前失球20的时候没有奔跑 换了三人以后 我们奔跑明显增多 我们就能扳回一个来创造的基础 其实首先是态度 态度 我想真的希望咱们国家队的小伙子们 下面上加油 我想下面上每一个在电视机前 观看比赛的中国人 都会为你们加油努力 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扳回来 可是顺着吕之导的话说 我们的国家队这些队员都经历过前几年 中国足球处在一个相对低谷的时候 那样一个阶段 那个阶段作为球员 踢球 你觉得有意思吗 真是的 钱拿的少 这个也不受人尊重 挨骂 挨骂 而且也看不到什么前途 对 那么这两年呢 应该说我们的足球环境明显的有改观了 包括国家的各级的领导 有关部门 其实都在研究中国足球的问题 是 但是要想让中国足球走出低谷 靠外界不行 你还得靠自己的努力 途球人是首当其冲的 应该单途去 而我们的国家队其实就是火车头 没错 你们这些球员 你们在联赛当中是我们联赛里最优秀的 对 所以说当你们来到国家队的时候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你们把你们最优秀的那一面都展示出来 是 所以上半场的比赛打成这样 我们可以负责任的代表全国的球迷 说三个字 不满意 所以希望下半场改变 只有改变 才是你们扭转这场比赛 带给大家的一种负面的这种影响的 是这样 非常同意建宏说 因为我也是作为足球人 我觉得这种场面 我当时真的 我可能心情可能比建宏你更焦急 希望大家伙下半场 不要考虑什么在累 什么考虑什么伤 你是为了中国 你拼搏 我想所有人都会记住你的 这不太恶心了 如果说大家现在都在谈什么卡马桥 或者是上课下课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沿在一边 我们先来谈一谈这场比赛的下半时 没错 先来谈谈我们这些在场上的队员 不管你是什么心态 你应该表现出一个职业球员的素养 你要把这45分钟打好 所以关于这场比赛的总结倒是也很简单 上半场 三个字不满意 四个字必须改变 必须改变 好了 那我们就看一看下半场 我们的国家队是否真的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变化 我觉得总结什么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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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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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